玩具TV第27季第5集 刚刚介绍了一些当时得令的玩具和高质素的鞋佬 真是健静 可动性又高 又好玩又不怕跌 如果可动性高又不怕跌 这个都可以 这个真是神仙 环古战技 1比35的系列 这次有两件产品 让我放近一点 或者先介绍了这个繁荣机动载具 这个呢 其实多说一点背景 巨石塔其实是维黑王国的繁荣机动载具 当世界支柱的军团和欧马大公国合作时 就因为他们当地特殊的环境 以及要对付擅长游击战术的沙色族 特别强化了自动化的武装 将挂在两边的两把自动的重机枪 就能够短时间内 用强大的火力压制大量的对手 以及作为一个特杂的进攻 而那两支多管火箭发射器 亦能够精准地打击和摧毁沙色族的机动武装部队 为了支撑这些重型的火器 它的装甲材质亦都经过强化 尽管在里面能够用纳的人员不算多 但都可以大大提升了士兵战场的存活率 不但具备了全方位单体的接战能力 在维持原本的阵列作战时 它亦可以拥有相当优越的战术变化性 好,就看看这次的产品 其实刚才阿滴已经砌了一段时间 是一个小型的移动要塞的东西 是不是有绿的? 有绿的,可以推的 下面有一个铲仔 它有机关的 收纳形态就是类似这样的形态 可能用来移动或是运输的阵容 转个圈 如果它要打开的时候 它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例如可以打开这架枪 可以打开这架枪 可以打开这架枪 我想起这架枪的屋子 前面的枪枪都可以打开 你刚才踩了多久? 一会,不久 如果打开了这个枪枪 刚才说的两枪枪 就可以安装在旁边 好,真棒 它其实都混合了 大枪枪的一些玩法 放进去 对了 这个人仔 就在这里 好了,我们再移动 再移动近一点 对了 对了 把人仔拔出来 对了 看后面 有个人仔 可以控制 而最精妙的地方 就是这个人仔 拿开的时候 可以打开 对了 可以打开 对了 打开 其实它有一条链枪 可以爬到下面的屋子 很精细 那下面的屋子有什么呢? 打开下面的屋子 是一条链枪 是一条链枪 再加上一个射灯 是多少钱? 一条链枪 这个是一条链枪 又是链枪 又是链枪 链枪 又是链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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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移动炮枪 移动炮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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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轮到下面? 有没有轮到下面 是没有轮到的 但其实是一条链枪 是一条链枪 是一条链枪 这样就可以战斗了 当然 你不想这么玩 拆掉它 其实我想这么玩 就是这样 可以 装在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 它好像要用转转 它本身除了这些东西 我看你手上都有一些 補品状的东西 应该加这个 和这个 是 应该先加这个 再加这个 这样就可以增强火力了 哇 最精妙的 它旁边有些东西 其实就是 九万多个洞 我看到 这些东西可以拆出来 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 它在战场上高 用来 担住 哦 类似那些 这些 我不懂得说中文 是什么 我说战车的前进 这些 经常都见到 中学冰军也有的 嗯 在图片里 哦 哦 这个 挺好玩的 这个 是露党的 类似是这样的 是露将类的 拖曼 现在的 是露党的 这个 虽然是小小的 但本身 不论 即是 特别是冰仔的 上式 可能就是炮口的 炮口 那些 烧铁式 都上得非常之好 这样就可以 做一些路障 擋住 炭车 有些篮杆 都可以 安装在 例如这些位 對呀,讓食彈不會佈戒 都可以 類似是這樣 有這個基地之後 就可以介紹其他的戰士 在這邊 你可以給他們一個盒看看 其實這次這堆兵 都不說得少 本身都會叫做苦鬥士的小隊 為了幫助盟邦壯大 維黑王國將境內的聖樹 世界之樹的分支 轉移到歐馬大公國的六州湖畔 藉此來保護水源的永續 而負責執行這項任務的軍團 都是用世界之樹為名 世界之樹軍團 除了協助歐馬大公國 抵禦熱沙軍團的沙式人 搶劫之外 同時都肩負著 軍事農業一體化的團田制度 轉移到歐馬大公國 擴大修成和捍衛農莊任務 而這個苦鬥士小隊 其實就是這項任務的主要執行者 他們傳授了赤湖部族 有關反制沙式族的游擊戰術 和形成了穩固的軍事同盟 這三個戰士 慢慢移動近一點 用四再近一點 是四來的 是四來的 按慣例 通常有人養 通常是小隊的隊長 被他拿著最強的武器 就是巨虎和巨劍 印象中這些工具有否特別 之前都是同系列 有很多不同的武器 但他不同的小隊都有 有不同的配件 有些是共通的 有些是新的 這個風格和配色都很漂亮 尤其是他肩膀的那一張 是不錯的 二印都非常不錯 他很細心 如果你在世界觀中 應該有不同的軍階 或者職衍 根據他肩膀有花 肩膀有花 整個DISPLAY 一來就統一 二來就感覺到 你可以在台座上 發揮你的想像力 還有擺一個很有型的姿勢 因為DISPLAY方面 都比較舒服 如果站在台座上高 就可以固定 隨意地 線來線去 捉棋捉 另外一些武器 就是類似結合了 虎頭和槍的武器 你拿著這個 擺明是格鬥箭 三把褲頭 這個就是再近戰 有鎚和鎚 刀 背部的造型是甚麼 鎚 我看看觀眾 如果未玩過這個系列 有些公仔是全可動的 全可動的 可動得非常舒服 全可動的 插一隻出來動一下 給大家看看 好 其實很厲害 這麼小 可動性都非常高 開了所有關節 有些肩關節 肩關節 還要是 裡面還要有向前翁 前後 你看這個關節 可動性是非常之高 有條腰 有條腰 有這麼小隻 它也有兩隻 是 非常之不錯 而且你動的時候 它又不會說 有一些很容易鬆的感覺 都很實隻 看膝蓋 這麼小隻 還要是 開舞都開得非常厲害 膝蓋的貼地 非常之精彩 要不然有地台 你可以做一些 騰空姿勢 都沒有問題 不過現在腳 就不可以騰空 對 配合這個 基地 非常之正 可以有不同的情景 去做出來 雖然小比例 但是 你只是說 買完 買出來 玩 都幾 啞地方 坦白說 但多一句 這些不人多 你又玩不到那種感覺 和氣勢 最重要是 夠多 你就會玩到 戰爭 戰戰棋 那種感覺 沒錯 之前說過一些可變的載具 加上一些基地仔 人仔 一起玩 非常之好 剛剛對上那一隻 可變的車 我還沒買回來 綠色那一隻 對 很有軍事 很重 還有那個 武具 是調教了 可能更好 好 非常之正 對 還沒完 轉頭 嘩 爆了 先看這個 哈哈 見到見